一个碎成47块的青铜顶 在他手里能复活到没有痕迹 一件碎成70多片的瓷器 他也能恢复如新 他修复过的文物 连X光都看不出破绽 这就是文物医生刘昼的实力 一个年纪轻轻 却累积了近20年文物修复经验的老手 曾多次参与修复国家级博物馆馆藏级文物 他修复过的青铜敏方雷 上过国家宝藏 至今仍是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如果把文物修复行业比作一个游戏 那刘昼就是这款游戏里被点满了技能点的玩家 几乎没有他不擅长修复的文物 别人都选择专攻一项文物 而刘昼则成为了一个多面手 古籍 书画 瓷器 青铜 佛像 他都能修 再生命垂危的文物 到他手上也能描手为春 恢复生机 刚开始从事文物修复时 他接了一份古画修复的任务 试图将古画恢复到原本的样子 但父亲却给他泼了一盆冰水 当时的古画破损得极为严重 但刘昼必须要将这幅危险的古画 一步步揭表 直到清理出最重要的划心 一不小心 可能就会让古画破损得更为严重 直接断送古画的性命 幸好 刘昼在文物修复方面极有天赋 迄今困难后 仍旧把破损到仅剩一点碎片的古画修复如初 名声打响后 刘昼受到了文物界的极力欢迎 多次被手 市博物馆等权威机构 邀请参与考古挖掘 及文物保护修复工作 多少修复师 一辈子可能都接触不到一件一级文物 但刘昼才接触文物修复不久 就屡次接到一级文物修复的邀请函 2014年 他还受邀参加湖南省博物馆的 敏方雷复院项目 当时的敏方雷已经被鉴定为 商代碗七青铜器 在国外被派出近6000万的天价 被称为方雷之王 是国家一级重要文物 他还修复过一件碎成的47片青铜顶 光是把这些碎片拼好 就花了留着半年时间 把碎片中间的缝隙填上 再重新做上花纹和铜锈 又花了好几个月 简直就是对记忆和耐性的双重考验 但时光不负有心人 他最终修复出来的青铜顶 连X光都找不到修复痕迹 令人叹为观止 近20年的文物修复 让刘昼懂得 传承老手艺 最需要的就是一颗敬畏之心 一颗匠人之心